如何在Windows 10电脑上移除密码并关闭BitLocker? 在您的账户上,使用密码将有助于保护您的电脑和档案, 但密码可能会被破解, 进而允许未经授权存取您的Windows 10电脑。 在Windows 10中,您可以移除账户密码, 并使用更安全的身份验证方法, 例如资料加密。 您可以在Windows 10电脑上移除本机Windows账户密码。 在Windows中,开启设定。 按一下账户。 按一下登入选项。 在管理您登入装置的方式区段下, 选取密码选项。 按一下变更。 确认您目前的账户密码,然后按一下下一步。 将新密码和确认密码栏位留空, 然后按一下下一步。 然后按一下完成。 您现在无需密码即可存取Windows 10桌面。 您可以移除Microsoft密码并切换至本机账户。 这意味着您不会在连线至Microsoft账户的所有装置上看到任何个人化设定。 若要切换至本机账户并移除Microsoft密码,请执行以下步骤。 开启订订。 按一下账户。 按一下改为使用本机账户登入。 若要确认您的详细资讯,请为账户建立一个新的使用者名称。 将新密码和确认密码栏位留空,然后按一下下一步。 若系统要求您使用不同的使用者名称,请输入新的使用者名称,然后按一下下一步。 按一下登出并完成。 电脑登出并启动Windows10登入萤幕。 登入时应使用新的本机账户。 无需密码即可登入。 BitLocker功能会加密您的磁碟机,以保护您在Windows10电脑上的资料。 在工作列搜寻栏位中,键入管理BitLocker,然后从结果中选取它。 按一下开启BitLocker。 选取三个选项之一来储存复原金钥。 然后按一下储存。 注意,BitLocker复原金钥对于电脑而言具有唯一性,而且在磁碟机被锁定时,需要此金钥才能从电脑复原资料。 若您没有金钥或无法识别金钥,则必须在您的电脑上重新安装Windows。 储存复原金钥档案后,按一下下一步。 提供了两个磁碟区加密选项。 您可以选择仅加密已使用的磁碟空间或加密整个磁碟机。 选取加密整个磁碟机,并按一下下一步。 您可以选取执行BitLocker系统检查核取方块来检查硬碟上的可用空间,或按一下开始加密以开始速度更快的基本加密。 您会收到BitLocker磁碟机加密已开始的通知。 在磁碟机加密过程中,您可以继续使用您的档案。 磁碟机加密完成后,随机显示Windows、C槽、BitLocker已开启讯息。 关闭BitLocker连结,现在已可使用。 您可以关闭BitLocker并解密您的磁碟机。 在工作列搜寻栏位中,键入管理BitLocker,然后从结果中选取它。 按一下关闭BitLocker。 确认关闭BitLocker的决定。 允许电脑解密。 您会收到BitLocker解密正在进行的通知。 磁碟机解密完成后,随机显示Windows、C槽、BitLocker已关闭讯息。 开启BitLocker连结现在已可使用。 按一下YouTube上的播放清单索引标签,可找到其他语言的HP视讯。 然后搜寻我们的频道,以找到官方HP支援视讯。 请您拖沙塔权传 您回嘴。 吾磏。